因此在第二獎的部分 我們邀請到的是 私卧品牌顧問公司的邱佩華總監 來為各位分享好策略 讓台灣品牌走出去 謝謝邱總監 各位現場的品牌主 你們有沒有曾經問過自己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要用三個keyword 來為你的品牌下一個定義的話 你會用哪三個keyword OK 如果你是食品產業的話 我想這三個keyword的其中之一 可能就是你的座上嘉賓 如果今天你是產品研發 或者是科技相關產業的話 這三個keyword 可能就是在你的list裡面的質疑 這時候你可能會不禁的開始問 如果每一家的品牌的溝通的keyword 都這麼樣的近似 那我的東西到底有什麼樣的差異化 對於消費者來說 你的賣點真的是賣點嗎 基此 第二獎講的是策略 這件事情就代表著說 品牌策略以及品牌定位之所以 重要之所在 就在這個地方 找出你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那各位現場嘉賓大家早安 我是私握CETIVERSE品牌公司的執行總監 你們可以叫我豆子 那為什麼今天會 今天挑選主題叫做 好策略讓台灣品牌走出去 為什麼今天會想要在這一講的時候 挑選這個主題 其實我們公司一直在致力於 就是在兩岸三地我們自己的辦事處 所以一直在服務就是兩岸的客戶 當然也有客戶開始慢慢走向了東南亞的市場 所以希望今天可以藉由這個機會 前半段的演講 會講比較多的是針對食物的部分 一些理論性的東西 那後半段的部分 我想用一些我自己曾經參與的 就是親身的案子 來跟大家分享 他們走出去的時候 做對了什麼樣的事情 以及做了什麼樣的決策 大概我們做過的客戶 現場這兩杯咖啡你會挑選誰 Maybe 你願意花50塊的錢來買CT咖啡 Maybe 你會想要花150塊三倍的價值來喝一杯星巴克 他之間之所以差異在於什麼地方 在於他其實在跟消費者溝通的時候 他承諾給消費者這個value 以及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而這個不同 對於各個品牌族來說 最直接回饋到的就是 你口袋裡面會擁有的利潤是什麼 這時候其實 你可能就會問我說 呼應剛剛法博斯總監所講的 就是為什麼有些品牌乏了問津 有些品牌卻做的有聲有色呢 在剛剛同心人的這個例子裡面 其實剛剛不外乎可以看到 舉個例來講 我有一個好的堅果品牌 堅果好吃 有人現場在銷售 有人在賣堅果嗎 就是在哪裡賣呢 我決定先走電商好了 電商的成本最低 阿媽也說 怎麼這個電商上面有十幾家的堅果品牌 我的東西怎麼賣不動 繼續下廣告吧 通常大部分人的做法是這麼走 但是剛剛講了回到初心 從insight開始出發你的策略點 其實是從內到外的去做溝通 舉例剛剛apple的例子就講得很好 跳脫現有的框架 任何的人只要拿到的產品 都會立刻會使用 所以我推出了我自己的 自己的體驗門店 旗艦店 讓你去有更深的感受 在這個感受之下 成為我們的鐵粉吧 follow我每一季 所推出的手機 to a different 其實是一個品牌策略最重要的核心 這時候你可能會再問我 策略該怎麼來做一個品牌的定調呢 其實有一個簡單的理論 就是3C理論 這個3C其實講的是 對於企業主來說 你本身的能力 有什麼地方是你有獨特的能力 而這個獨特的能力是你可以跟你的competitor產生差異性的 而這個差異性 它呼應到你的消費者端的時候 其實你是可以跟他competite在一起去更深的溝通的 而他們之間的交會點 就是品牌定位以及這個策略的弱點所在 所以接下來我用4個我自己經歷的案例來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大家想到他應該會想到鳳梨書吧 我剛剛看到他的quart在旁邊的那個上面 就是如同徐從人創辦人先生所說的 他的策略一開始使他的產品力 他的產品力在進軍國外的時候產生哪些差異 他在台灣的時候下的branding的核心叫做反埔歸真 我所有的東西都是以真來相待 所以他的包裝是用牛皮紙 簡單的印刷但其實成本很高 然後來做 所以你幾乎他的門店的體驗氛圍的時候 他還是真摯的有一個人來奉查給你 絕對不是臭臉對吧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他創造了龐大的排隊企業 然後當他出了國外的時候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他開始因地質疑去做了一些調整 剛剛講到產品力對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嘛 所以進入到日本市場的時候 日本講究的是精緻化 台灣如果你買鳳梨酥通常是10到15露莊 那日本這個數量比較難推動 所以他產品力做的調整 開始去create了就是兩露莊的賣的下下交 那回到了就是上海呢 上海設了點以後上海怎麼推 他發現在中國市場的上海這個定點 其實他們比較不吃就是單一產品的項目 所以那時候他們做的時候就開始create更多的產品線 如果你有在買韋樂山丘的話 你可能會發現他開始推出了那個蜂蜜蛋糕 他其實在今年中秋節的時候 甚至去獨家代理 獨家去推出他的烤餅乾這件事情 所以他的策略的擬定在國外市場就是因地質疑的去調整他的產品線的狀況 然後去配套不同的項目 在台灣台灣喜歡過節嘛 他甚至開始去推出就是蜜月或是新婚的這種包裝的禮盒 跟人家order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蛋糕店 他其實OK 順程 他其實在台灣已經是五十幾年的老麵包店的品牌 他產生的企業內部的狀況是這樣子的 他們是家傳三代 但是三代目前都還在共同運營中 所以對於進入中國市場的時候 其實彼此之間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然後當時在做策略上的評估的時候 第一順程這個brand他其實主要是在台灣的北部 對於中國市場他其實不見得有那麼多的價值 所以他其實用新的品牌去製造也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第二他其實他希望有一些 他當時在做策略的時候 有了已經進入到中國市場了嗎 沒有好 就是如果你這樣進入市場的話 你會知道通常你在北上廣這些大城市的時候 你的運營成本會非常的高 所以他的策略反而是反其他人 他先從二三線城市開始做切入 然後去試營運看 在市場當地的狀況是怎麼樣 所以當他很認真 他們在中國市場今天大概考察了 就是半年的時間 才選定他們要在哪邊開第一家門店 然後甚至我們到日本去考察 考察了日本當地最火紅的麵包品牌 因為希望這個東西是有quality 以及市場上的差異的 然後依序剛剛順程的image的視覺 其實希望有一些連結喔 所以在色彩的運營上 其實有一些這個品牌所傳達的意念 然後從命名整個門店的形象 去年 去年十一二月的時候展開第一家門店 目前已經在規劃第四家了 所以在當地市場 算是有正向的進行的成長 所以其實縱觀線上兩個project 我分享幾個 我覺得如果你今天決定要走出谷 台灣 我覺得你要考慮的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的拓展的野心跟實力 我最怕就是品牌組 你是用跟風的角度在做 因為跟風的角度代表你只是個跟隨者 這個跟隨者 通常是你看到別人有什麼 你決定要去做 你有沒有想清楚 你這個insight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第一步 然後就是拓展的野心跟實力 第二件事情是 剛剛的韋樂山丘好了 韋樂山丘他其實為了要進到中國市場 他找的是一個真的有在中國進駐的品牌照 他進了日本市場 日本表餐到那家門店 結果他在那個Yuteki的那個設計師 就是他自己當地的設計師的品牌去做代理 剛剛的順程好了 他是真的聘了一個人 在那個市場直接住在那裡 考察了快一年 他才決定要在那邊開始開設門店 第三件事情是永遠不要忘記 你走出去的時候 你永遠是這個品牌的leader 而這個leader你必須要精準去判斷 以及去做出你的決策 然後在當地市場溝通 大家有吃過嗎 有人點頭感動 這個客戶當時找我們的時候狀況是這樣的 有找到他的logo嗎 他是在台灣蘑菇還有就是卡滋卡滋出來的時候成立的 所以他的視覺那時候出來的時候其實沒有什麼差 但因為他的口味非常的多 推出國外的時候其實越來越多的人願意經銷代理商的品牌 但產生一個問題 他的logo在右上角的地方 他沒有出來他自己的guide line 所以其他的經銷代理商更沒有辦法真正的去做使用 然後爆米花品牌越來越多 他的品牌跟其他品牌放在前面 其實明顯就是弱了很多 然後所以他決定要做一個rebranding rebranding其實有一些難度 因為你的品牌已經維持了六年的客戶 你要怎麼讓消費者記得你 但卻又不一樣 所以當時在最一開始的時候去看他的品牌 其實他在任何行銷通路上 就像我剛剛講的 美味啊好吃啊 就他的關鍵字 那他的品牌的調整的時候 其實當時有幾個步調往下走 我們釐清了他的品牌的核心價值 那時候下來叫做 Everything is Possible 他把這句話放在他每個新包裝上 成為他的slogan 我們從次不再設限去create不同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是因為他沒有guide 在國際的市場上 他有一致的溝通的視覺的語言 舊的logo 當時Ben就說啦 那個星球寶寶真的已經有點low了 已經不膚使用不流行公仔了 但是黑跟這個橘黃色 一直都是我們品牌給人的image 我希望可以keep住 所以那時候就是 它是蘑菇形圓的爆米花 就用這個跟星球去做combine 然後create出不同的動態的identity 連命名都重新做調整 因為中國市場星球沒有辦法註冊 然後包裝開始分了不同的系統 不同premium 以及常態的包裝口味 整個identity的延伸 在Base在這樣之下 Ben就是一個七年級吧 七年級出來六年級低的一個老闆 他也認真去實現不可能這件事情 他開始去跟不同的產業 Course over 不同的黨籍 推出不同的活動 然後為他自己品牌來做加分 他自己說啦 他在這一年半的時間 他已經連續上了兩次的上週 封面 然後 然後今年這個月到十一月中旬的時候 他在全台灣的7年級開始撲火 可以試吃看看 現在有點像置入文嗎 趕快跳到下一個 下一個案例叫做Nervia 大家應該不熟悉這個品牌 但你們知道這個logo嗎 欸有人點頭 當時去interview的時候老總說 佐水溪以南大家都知道我 他是做土料的品牌 專門在做防水格勒 OK 就是土料 然後在台灣已經做了三十年了 他那時候 這個案子很榮幸也是 透過品牌台灣的媒合而成立的 那當時就是他的 他的識別走到東南亞的市場 長成這樣 他的見銷袋上就說 欸這花薄花都沒啦 就沒有辦法賣 Eurani是 啊用的會下雨嗎 因為他是防水格勒 所以他決定 毅然決然說好像真的要換一下 突然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所以他在換的時候 因為我們真的跟著他 去走了東南亞的市場 那發現其實國外的品牌 大家都做得非常明顯的 視覺的體現 那在這個表現下 他的品牌就開始變弱了 絕大部分國外的大廠 會有自己的 會有自己的獨立門店 其他的話 你就是在別人的門店裡面 去做寄賣 他的東西Eurani 事實上沒有人看得到他 所以當時的做法就是 其實你定位之後 我們告訴他說 你要用你的包裝來做常異化 因為通路最直接就是 別人看得到你的地方 你鋪貨的時候 不用說大家都知道 所以當時他的branding 是這樣 完全重新打掉重鏈 然後以simple plaza的角度 因為他研發很厲害 開始去create他不同的 幫他的product 分了不同的product line 針對當地市場去create不到 簡易使用的 以及相關的成連 這個品牌 在品牌台灣的輔助之下 輔導之下 他在結束的那一年 他 就好像是八 十月左右結案吧 然後他其實後來 當年還找到了 就是菲律賓 然後馬來西亞 跟印尼的 就是印尼的金條代理商 當時他的老闆 就是二代曾也有說 他很希望就是 rebranding之後 可以達到多少的 就是貨櫃的出貨量 在當年度已經達成他的目標了 所以我最後 我的小結是 當你的品牌 你訂了一個好的策略 你在跟你的消費者溝通的時候 會產生一些微妙的變化 過去他可能會覺得 欸 他可能會覺得 你的產品很不錯 但他接下來可能會講說 哇 你的整個體驗怎麼這麼棒 如果他過去可能會說 嗯這個品牌 嗯nice 他後來可能會說 哇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怎麼這些都幫我想到了 過去他可能想要買 未來他可能會想要等著你的東西 趕快出來 繼續來購物 過去他可能會有滿意度 接下來他可能想要成為你的 品牌的member之一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想想剛剛一開始的三個keyword吧 你可以跟真正的去跟你的市場 產生差異化 進而脫穎而出 今天短言講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邱董今天非常精彩的分享 好看 好看